这是当时呢在事发之后 而坐在车厢里头的这一位女乘客 他当了第一位的报案人 接电话的是新北消防队 他们那个时候接到这通报案电话的时候 这个女生太紧张了 可能过度的惊吓 他本身就在车厢里头 看到了周边是残怀一片 所以呢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也没有办法明确的讲出自己在什么位置 所以后来就由他旁边的这一位男乘客接手 男乘客接手之后呢 消防员第一时间除了要理解 他在什么位置之外 就是要他先开视讯镜头 要让他们看看到底要带什么器具到现场 或者是能够先帮忙消防人员做些什么事情 当时这位男乘客就拿着手机 穿梭在第七车厢 然后呢还请旁边的人 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来照明 让他可以让消防员看得更清楚一些 然后消防员就透过了手机 教他们远距如何来减伤分类 这个动作其实让救难人员到场的时候 可以先依照这个减伤分类来赶紧 将比较伤重的伤患给送移 一片黑暗中民众的第一通视讯报案 用手机镜头还原了泰鲁阁7号车厢的现场惨化 文如走进人间炼狱 民众冷静回报开启视讯不断走动 就是要让消防人员掌握第一情形 消防人员利用视讯方式语音指导 让民众开启手机灯证明 不但能协助现场资讯的回报 还能协助其他旅客逃生 很多人受伤 有人死掉 也有联络不伤的人 那也有说到有两个正在扩床的民众 那正在协助其他旅客做逃生 那请他协助来做现场的资讯回报 当时车厢变形血迹事件 部分民众摊坐在内爬不出去 现场哀嚎生一片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而消防人员告知利用颜色进行初步的减伤分类 黑色疑似死亡绿色轻伤 而紧急待救的标记红色 等到真的有一个消防员进来之后 我赶快跟他带路跟他说 哪边就是有红色的要先赶快救 交代完之后 我才慢慢就是跟着民众 从那个六十人的园出去 这门后面有受伤 第七个第六中间 第七个第六中间 已经看得到的就是都被警 透过视讯拍照让事故第一现场曝光 过没多久全台各地的救援 都赶抵现场 不过一幕幕的破损车厢 让人看了十分揪心 也难以想象 当下这些无法自行逃生的受伤乘客 是有多么惊恐多么无助 记者杨忠胜 赵佩宇 花联台北总和报道 好真的要非常谢谢 刚刚在新闻片里头 这位毛先生 我们大家刷一个双手合十 来感谢他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当时这么严重的意外 这么强烈的撞击 他还能够稳下自己的心情 来帮助身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真的很厉害 你要知道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很多人是会有所谓的症候群的 也就是事件发生之后的 这个伤痛症候群 可能会让人没有办法走过去 来看到罗姓一家人 他们当时呢 一家三口都坐在第七车厢 很幸运的 他们死里逃生了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们是必须要跨过尸体 甚至呢是走过的地方 看到非常多的血字 而这样的画面太过惊悚 罗姓就说让他们的女儿 噩梦年龄 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其实不止他们 有很多人当时从车厢里头 逃生出来 或是帮助旁边的人 回家之后 他们心里头的创伤问题 心理卫生问题 更是需要受到关注 跨过大体逃生时 只能跟往生者连生说 对不起 女儿晚上不敢睡觉 太太则是目睹 失手分离的惨况 又吐又哭 罗先生为了老婆女儿 只能强迫自己打起精神 一家人在七号办理出院 他先带女儿回北部 继续上班上学 老婆要追骨折 需要休养三到六个月 目前转月到卫福部台东医院 方便台东的亲友照顾 另外也有许多家属 第一时间联系不到 在火车上的家人 只能透过新闻获取资讯 那种惊慌失措 让李先生永生难忘 真的是很慌啊 因为事情一出来之后 他的死伤人数 其实一直在往上升 人在厦门的他看到新闻 赶紧向公司请假回台 心中的慌张直线飙升 没想到帮家人抢到车票 总算能暂时放下心中的大石 不少人家庭破碎 但看到李一翔直呼自己人生毁了 让他忍不住也发文痛批 李一翔在现场冷眼旁观 事后态度处理消极 让经历过生离死别的伤者家属 根本无法接受 记者刘己焦 蔡珊花莲采访报道 好 谢谢大家帮我们刷 双手核实这样的图片 谢谢藤奇秀丽 珍珍 Sunny C 叶淑仪 赵守仁 风潇潇 还有悠悠唱 以及Martin Huang TN Lin Lin 还有老爷 侯钱梁 谢练勋 Kam Chani 陈俊安 李孟君 梁义琦 柳丁 卢秀琴 潘小爱 还有Susan Line 以及赵守仁 好 非常多朋友都帮我们刷 感谢你们 但其实这件事情 我们持续的 再追就是希望能够追到真相 不过今天在事发现场的最新进展 是在清晨的时候 工程人员已经顺利的 把最后一节 第八节 也是最惨烈的这一节车厢 给脱离隧道外 但其实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工程人员呢 疑似发现车厢有卡住的情形 所以整个团队决定 先停工 按照民间习俗 烧香祭拜 向事故罹难者 做罪后致意 终于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残骸移出 同时也已经送往 何人车站站放 抢修工作 日移机也不停歇 工程人员将最后卡在隧道内的 第八节车厢 绑上钢锁 再利用火车头往前拉 6号晚上将近11点 终于成功将车厢拉出隧道外 首当其冲的第八节车厢死亡人数最多 车头削掉一大半 左侧身整个部件惨破不堪 可想而知 当时的撞击力道有多大 一百多位工程人员连夜抢修 以一进一退 每次只能拖短短二十公尺的拉动方式 逐渐缩短钢锁长度 过程可说是十分艰辛 抱着宝特瓶接近半夜 还戴着安全帽和反光背心 在现场协助清理 退休的七十岁师父陈勇朗 他义务道场提供专业协助 让第八车的脱掉任务 可以避免车体切割 工程足足短了一天之久 其实在拖出第八截车厢的过程中 疑似有出现卡住清新 工程人员决定先烧香祭拜 向事故罹难者做最后致意 祈求作业能顺利完成 最后才成功将第八截车厢 放上转向架脱离现场 七号上午卡车前往现场 将其他残骸 夹入台铁厂的厂车车斗 大部分的残骸将直接送到 和人车站放置 等待孕安会人员进行调查 交通部也预计要在四月二十号之前 完成抢修复原安全检测和补强工作 让铁路东正线可以顺利回复通行 记者刘吉娇 周佩宇 花莲采访报道